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随便找个东西 一分为二一支切下去 最后会不会得到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切的小方块 而这个小方块 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最小的物质 也就是基本粒子 我们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这个粒子组成 想法很美好 现实却很难 人类为了找基本粒子这事 没少费心 没显明镜的时代 光靠人的肉眼丑 完全是不太可能 发现太多的小东西 肉眼的硬件限制 最多也就能 看清0.1毫米的东西 这对于基本粒子来说 绝对是旁边难误 古人也知道自己条件有限 那怎么办呢 只能靠脑洞 最早用元素来形成基本粒子的人 是柏拉图 其实柏拉图也是听说 因为在柏拉图之前 古希腊的民间故事中 就已经有元素这个词了 而柏拉图是第一个 把它发扬光大的人 柏拉图认为的基本粒子 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几何结构 它起了个比较科幻的名字 正四面体 正八面体 正十二面体 和正六面体 其实不难看出 古时候的哲学家 用到的还是他们生活中 能看到的东西 火 风 水 地 这些他们能感受到的物质 或者能量 而我国的五行说 其实也是差不多 金木水火土 既能相生 也能相克 五种元素可以相互转化 也没成万物 虽然有些抽象 但是很容易理解 元素说的时期 其实还有一种 比较流行的基本粒子说 原子说 原子这个词 起源于古希腊 意思是不可分割的 原子说要比元素说 来得更实际一点 就像墨子所说的 物质分割到一定的程度 就不能分割下去了 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就两个 一个是原子组成的物质 一个是虚空 而元素说 更多的是表现得像气一些 就像壮子所说的 万物气化 原子最开始的中文翻译 其实更有意境一些 叫做墨破 很容易理解 就是没有办法再破坏了 形容最小的东西 后来改成的原子 更偏向原始的意思 不管是元素说 还是原子说 这都是古人 在没发明显微镜之前 大家照葫芦画瓢 口口相传的知识 更偏向脑洞一些 直到显微镜发明之后 人类才真正开始 入门基本粒子的世界 这里我先简单讲一下 光学显微镜 其实会受到 可见光波长的限制的 就是我们肉眼看见的可见光 它的波长是固定的 所以光学显微镜 需要依赖可见光来成像 那它就会受到 可见光的限制 它是有极限的 最多只能看清 0.2微米的东西 看个细胞是没啥问题 但想看清再小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 那就要换设备 可见光的光学仪器不行 要找波长更小的介质来看 电子显微镜就出现了 电子的波长 要比可见光波长短 所以通过发射电子 来成像的电子显微镜 就拥有了更高的分别率 但依然有限制 最高只能看清 0.2纳米 想看再小的东西 没有办法 只能靠探测 回到我们的主题 显微镜发明之后 大家开始研究微观世界了 那基本粒子 当然也会提长日程 但是元素的真正定义 跟显微镜没有大关系 下面就到了化学部分 生活中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 燃烧 现在我们的小学生都会说 燃烧会释放二氧化碳 植物光耗作用会产用氧气 但以前的人不知道 德国的一个医生贝希尔 最早对这事才能好奇 并且提出了一个 关键性的学说 燃素说 他认为燃烧 就是物质失去燃素 空气得到燃素的过程 这是一个燃素 从物质转移到空气的过程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 炸海厅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实不行 因为他说的是 物质燃烧之后 会失去燃素 那必然是这个东西 会减轻重量 一燃的有机物还行 烧了就没了 重量肯定是减轻 但金属不行 金属燃烧之后 重量反而增加了 拉瓦西感觉 这是有什么蹊跷 应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然后拉瓦西 就开始自己做实验 对化学感兴趣的同学 应该都见过这个中照实验 这个中照实验 就是测量化学反应 前后的气体体积的变化 但拉瓦西其实也没能得出来 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不过 这只是拉瓦西的人生初体验 之后拉瓦西从事火药行业 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燃烧 他对化学反应的理解 也随着点火次数的增加 越来越透彻 自己还总结了两套理论 1777年燃烧概论 1778年酸性改论 虽然有些部分的内容 在如今看起来不太对 但拉瓦西的成就 要远远高于这些瑕疵 他命名了氧气和氮气 提出了氧化这个概念 这在当时完全没有人能理解 拉瓦西后来还做了实验 证实了人的呼吸过程中 有碳和氢的氧化过程 超前的理解 务实的个性 拉瓦西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 风头重大 免没了被人算计 拉瓦西的结局很悲惨 虽然理事 但他还不忘了 给人类最后炸鸡子眼 现在我们知道 任何东西都可以分解 它的组成元素 你手机的CPU 硅和氧 人的DNA 氢 碳 氧 氮 氮 氯 磷 而这些元素最小单元 就是一个个原子 元素只不过是 不同种类的原子 原子有个非常非常小的原子核 原子核被核外电子云包围 氢是我们已知最简单的元素 它是由一个质子 和一个电子组成 所以氢足够简单 也足够氢 关于氢有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科学家更愿意相信 宇宙中靠近氢的频段的信号 更有价值 意思就是 更可能是DNA文明信号 因为氢足够简单 也足够多 哪哪都能找到氢的存在 更像是一个 可以在宇宙中通用的金币 而且在这个频段 无线电噪音也要相对少一些 能在这个频段接触到信号 天文学家会很兴奋 前段时间我们想做几个 宇宙信号的视频 不过资料却也不太好找 之后我们应该会出 感兴趣的同学 千万点个关注 还是挺有意思的 元素周期表 其实是一个比较天才的发明 也不算是发明吧 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恰当 巧妙的排列方式 它不仅是按照质子数量的排序 还按照性质排列 目前元素周期表中 一共118种元素 前94种是自然产生的 剩下都是人类在实验室中合成的 所以说元素周期表 它一定不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人类的发展 也一定会更加丰富和精确 元素本身其实只不过是质子 中子和电子的数字集合 不管是电脑的CPU 还是你的大脑 其实都是由这三个小东西组成 只不过数量和排列上的差异 然后有了一个个不同的原子 构成了我们现在宇宙的万物 但是呢 质子中子和电子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粒子 因为这往下 还有 这就是夸克 质子和中子 分别由三个夸克组成 电子由氢子组成 这就是目前人类发现的 这个宇宙存在的最小积木 就是你能看到所有动的 不动的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都是由这些小积木组成 感觉上有些不惊心 但微观世界的宏伟重组 绝对是我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如果把氢原子比作地球 那它的原子核 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想看原子核 比人类登天还难 那科学家是如何 知道原子核的存在的呢 这个过程有点像扫雷 虽然我们用扫雷的仪器 看不到离去下埋的地雷 但是金属探测器 却能大概探测到地雷的位置 如果灵敏度不断提高 这个雷的范围 我们就可以不断缩小 最后完全可以缩小到地雷的形状 最后还有一个小知识点 不要觉得这些微小粒子 就是简单的叠加关系 原子的质量 是不等于夸克加氢子的质量 事实上夸克加氢子的质量 只能占原子总质量的1% 那剩下的质量来自哪里呢 这里咱们留个小问题 考考大家 给个提示 爱因斯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一号 带你探索宇宙